剪糖飲食 嗨大家好!我是May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最近過得還好嗎? 過年後啊,May開始實施減糖飲食 算是蠻有成效的 減糖tips有分享在之前的影片哦 那我發現下面就有網友敲碗說 May,那外食族的減糖飲食應該怎麼辦呢? 哇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耶 因為你們也知道妹是一個很喜歡手做料理的人 那自己在家備餐的好處就是 你蛋白質可以抓很高嘛 有碳水你就是可以自己去調整 但是對於那些上班很忙碌的外食組的你們 真的沒有時間備餐的話要怎麼辦 餐餐要外食也可以達到減脂的目標嗎 那這一週呢我就要來挑戰 而且是用小資組的預算 以上班組3到5萬薪水而言 一個月的伙食費約抓8000到1萬 那一週就是2000到2500台幣 就是說一天300塊 要完成我的健身者的營養需求 我到底能不能挑戰成功呢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GO 幾乎每一天呢妹都會早起 帶我們家Sesame去散步 看我開心嗎 散步完了之後呢 在超商買了卡布奇諾以及溏心蛋 超商的溏心蛋是我非常常買的選擇 搭配一顆低卡 DGI的水果 以及咖啡 就是我美好低糖的一餐 個人偏好在上午的時候做力量訓練 今天主要練的是臥推 健身房旁邊的給力盒子 我很常買的是他們的義式香草雞腿排 125塊而且五股飯可以免費加量 Made的不思常Tips 是把便當裡的五股飯留下一半當做晚餐 不僅能夠減少碳水也可以省錢喔 我覺得我還蠻大片的 我很喜歡 配上他們的辣椒 嗯 很好吃喔 所以這個是中午的便當多出來的飯 然後這是即時的四川椒麻鯭魚片 加一個溏心蛋 四川椒麻溏心蛋菠菜五股米飯 超喜歡吃他們的鯭魚 嗯 太好吃 嗯 太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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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鯭魚片雖然比較貴 但是真的好好吃喔 吃完晚餐之後還是想要吃點點心來收口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吃過妹的木瓜豆乳怎麼做 把半顆木瓜的果肉 慢慢的用湯匙刮進無糖豆乳裡面 攪拌一下就可以吃囉 是迪卡又高蛋白的美味點心 星期二的早餐還是從超商的食物開始 那今天是茶葉蛋 因為茶葉蛋比較便宜 配上無糖豆漿以及烤地瓜一小條 比起熱地瓜冷地瓜 擁有較多的抗性澱粉 熱量也會比較低喔 都真的覺得有夠變飯 臭漿 海中帶小鈦 擁有味道 我 你會做什麼 它是新的品項 其實它一直都有喔 那一份是75塊 包覆著滿滿的沙拉葉 以及滿大片的雞腿肉 我個人是覺得相當好吃 即使我有跟他說美乃滋要少一點 但是它有一些葉子還是都是美乃滋 所以我可能會稍微把它挑 可是它的肉還蠻厚的 很好吃 先喝一口 這粉果 這間健康美學便當也是我很常吃的平價選擇喔 那我這次點的是蒜泥豬肉 他們的菜還蠻多的 而且蛋是溏心蛋咧 然後肉下面是紙米飯 飯量也沒有到很多 雞肉這樣子一匙塊 四大塊 那樣也還不錯 我剛剛你們都吃過飯了 這個雞肉其實蠻嫩的耶 它這個冬粉也蠻好吃的耶 它這個冬粉也蠻好吃的耶 不然你豬肉就是 不會到太肥的豬肉 吃得很爽 有一點那種蒜味 飯後半小時我蠻推薦吃一顆綠奇異果 可以幫助消化跟腸胃蠕動喔 工作告一個段落之後 早餐吃的是昨天剩下的冰心地瓜一條 因為拍攝的時候練得沒有很足夠 所以後來又跑去健身房做一點臥推 為Training還有一些HIT訓練 午餐是超商的烤多蛋白餐盒 然後它上面有標示熱量是460 搭配的是光泉的濃豆漿 濃豆漿的蛋白質都特別的高 這樣一整瓶快要20克的蛋白質 它裡面有三塊雞腿肉 然後搭配一些像是豆腐 好像上面是有一點油炸 旁邊這個蔬菜算是還不錯 飯是用白飯 白飯的量好像也沒有到很多 先吃一口肉看看 肉其實蠻嫩的 真的醃得很好吃 意外中不錯 我以為這個是豆腐 但這個好像是烤蛋白耶 好酷喔 給大家看一下 蠻好吃的 可能今天有訓練的關係 吃了超商的便當過兩個小時就餓了 餓了的話怎麼辦呢 我吃了半顆蘋果以及黑巧克力一片 回家又吃了茶葉蛋一顆 可以稍微的幫助我止住飢餓 回家後不知道要吃什麼 又拿了我的青醬即食雞胸出來 好吃軟嫩的雞胸蛋白質非常高 搭配的是冷凍蔬菜以及泡菜 兩個稍微微撥一下 和在一起 花椰米加上半碗的白飯 提升飽足感 接著又加了一些香鬆以及辣醬 好吃的晚餐快速解決 粉底液我覺得還蠻強的 因為你們也可以看到我最近皮膚變得很粗糙 就是可能因為壓力大有換氣的關係 就冒很多粉絲 然後你看我現在皮膚看起來真的變得很好 現在我其實有試輕輕的抹這個 吃春秀的粉底液 就是我最近還蠻喜歡的 它是Bobbi Brown的 這種裸粉的感覺 很可愛吧 這是鳳梨 現在的鳳梨好像很夯 我媽說這兩顆鳳梨一百喔 這樣子算便宜嗎 嗯 還好 還好 黑五的拿鐵咖啡超好喝 它是走這種漸層風的 我是認為我不是一個很咖啡餐廳的人 但是我一天也是至少要喝一杯咖啡 才能開啟我的精神 然後我發現這對小自主而言 一天一杯咖啡 就是有一定的負擔的壓力 所以像我前幾天去超商買咖啡 我都要想好久 其實就只是美式跟卡布奇諾差十塊的差異 現在能喝好喝的咖啡 我真的覺得超級幸福 在魯伊薩我很常點的是這個雞腿排佛卡夏 那我以為它只能加一顆蛋 今天問過之後發現它可以加兩顆蛋 歐姆蛋跟愛心蛋 我們都給它來一顆 提升蛋白質量 熱量也不會太高喔 白天有刻意控制熱量 為的就是要把熱量留給晚上啦 我家其實就住在雙城街夜市這邊 我家水餃攤是我從小吃到大 非常推薦 哇這是我最愛的韭菜水餃 然後我還加了隔壁攤的地瓜也 我說要很多辣椒 這個皮非常的薄 就是它不是大顆的那一種 但它就是很經營可口 就裡面的韭菜也給的很大棒 非常好吃 加一點醬油香油跟蒜泥 perfect 好喜歡韭菜喔 韭菜味道就炸得剛剛好 然後這個大小很適合一口菜 我來吃喝飲料 辣椒地瓜也 стен 整個地瓜也好餓 但是那個辣椒好嗆喔 我來吃喝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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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要拿 好 妳那妳要拿 豆漿可以豆花 其實也是很高蛋白的素質 好開心喔 我是點微糖的豆漿 但即使是微糖也不會太甜 比起傳統的糖水豆花 吃婚妹更推薦豆漿豆花喔 蛋白質更高 而且兩人分食熱量也可以減半喔 今天午餐來到的是大壽上班族歡迎的 MISS ENERGY能量小姐 點了韓式咕咕雞 開箱 還不錯啦 它的雞沒有到很嫩 這個韓式辣的也蠻爽的 不知道非常辣 其實咬起來也是爽的 我覺得已有在健身的人 這樣子一份的肉量 好像也沒有到很夠 然後雞腿肉就是 這樣雙倍肉量對我來說 剛剛好 花椰菜海帶牙跟高麗菜 地瓜一大塊跟下面是紫米飯 然後澱粉的話可能不會再稍微再吃少一點 今天的晚餐妹打算用自助餐的配菜 大概五十元 再配上家裡的即食嫩雞胸 以及中午的五穀飯 跟茶葉單一顆 搭配一點辣醬 等於是能量滿滿的省錢晚餐喔 星期六想要來份好吃滿足的早餐 來到的是我很喜歡的雪球咖啡 他們的厚蛋吐司都超好吃的 沙拉加厚蛋吐司 一爆炸吃完就淡淡 好好吃喔 吃完早餐等一下要去健身房訓練啦 Myt 训练后有点饥饿 来到上瘾水产 吃他们的家常便当 五样配菜搭配白饭 只要125元 觉得CP值真的蛮高的 而且鱼很新鲜又好吃哦 它的鱼跟炖饭就好了 这是路边买的便当 双拼肉有蛮大块的鸡腿 这个皮感觉有炸过 所以我等一下会把它剥掉 剥掉 下面呢菜量还算够啦 饭我不一定会吃完 我可能饭吃一半 还不客气耶 嗯 炒肉好多 炸了蛮多饭 然后鸡腿的皮都去掉了 我今天在健身房录一些访谈 耶 今天收工 收工 可能因为前几天都大鱼大肉的关系 妹今天收工完 想要来份蔬食的米饱 如意沙的罗勒野菇米饱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 再加两颗蛋 蛋白质也还不错哦 下午有一点饥饿 我喝的是无加糖的黑豆浆 以及一把坚果 减糖挑战的最后一天 想要让自己吃好一点 板剑牛搭配温泉蛋 好疗愈啊 这样子一个套畅只要140 小资组觉得CP值不错呢 甜点的部分是幸福又养生的鲜奶 一人一杯五十块而已 两个人分 当作是收口的满足小点心咯 一周的减糖挑战结束啦 我能理解 maybe有些人会觉得说 妹你教人家减糖 你还可以吃水饺 还可以吃白饭 还可以吃甜点 我想要跟你们表达的是 减糖不应该是一个要刻意避免所有的淀粉的一个极端的行为 因为我们希望这样子的lifestyle是可以持续下去 而且也不要给你的身心力带来太大的压力 反而容易造成反弹 所以我会给你们的建议是 早餐的话建议比较以低糖跟低热量为主 有时候一杯咖啡 你可以每次卡布奇诺拿铁都可以搭配一颗蛋 跟一些比较清爽低GI的水果 其实就很足以开启你有精神跟美好的一天 那午餐晚餐的话 你不用刻意的避免煮食淀粉类 大概减少1分之1到1分之1的饭的含量 并提高肉类或者是像鱼类跟大豆类蛋白质的一个比例 其实在一整天的热量摄取下 这个范围也是可以控制的 你会发现即使你的预算很低 在执行上面也没有到非常的困难 如果你有心的话 你一定也可以做到 那我自己一周这样子平分下 我觉得有时候我的预算会稍微高一点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 啊就是好想要买一些零食啊 或者是一些你知道罪恶的点心等等 可是我就会发现如果我这样子买个零食 或买个面包下去 可能又会超出我一整天的预算 因为这样子的预算 光是买健康便当可能就不够了 所以我发现就是这一周下来 我反而引扣得比以前还要好 在考虑到小资族除了三餐的伙食费之外 可能还有社交费啊 有时候想要跟同事朋友吃好一点 高档一点的餐厅或者是交通费 跟像小资族也会想要买一些美妆 不适等等的 我就发现哇 其实真的大家很辛苦耶 零零臭臭这样子夹在一起 真的很难存到钱 所以我觉得像妹可以这样住在家 成要住房子的费用 然后也可以吃妈妈的家常菜 我觉得是我自己要学会感恩 跟喜福的一件事情 最后啊我认真的意识到 当外食族所制造的垃圾真的可不少耶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要在影片中 检讨的一点 像是每一杯咖啡啊 或者是吃便当的时候 都是用塑胶 或者是比较不环保的一些一次性的用 配下来真的也是蛮可观的 所以我也期许自知 以后可以当一个更有环保意识的人 记得影片就到这边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